我去吃点韭菜,晚上炒鸡蛋 喜不喜欢吃吗? 韭菜炒鸡蛋 嗯 我还没吃过 你搞没搞错,你没吃过 我真的都没吃过 走走走 我来调,爸爸 走 你晓不晓得我来调 我不晓得,我忘了 来,给我 来 来 把婆婆的韭菜给它割了 不同意,我给它割了 韭菜割完它还要脏 叫得喽喽 不像喽 等婆婆回来的时候 诶,我的韭菜呢 炒一盘,应该割了 割了这么大吧 看还有什么菜 好,上次回来调的菜都长得那么长 长得稀稀拉拉的 然后其他的就是别人家的 走 今天晚上就吃韭菜炒鸡蛋算了 种起来还是不容易,生不得蒸 小石瓜 你那秋了长不大了 这个不能弄 哪个不能弄呢 他走去吃是啥 这是老的吗 啊 你看看吗 怎么回来 这 婆婆不在家随便摺 婆婆回来了,她就不准备摺了 才没得 还挤得蛮多的呀 都是还没长大 这 围的一盆丝瓜摺 婆婆回来看 诶,我的丝瓜又在哪里摺了呀 哈 很不 我把韭菜头头上有点儿给它抢 有点儿老 我已经吃得到 我妈回来的时候 呀,我的韭菜 嘿嘿 嘿嘿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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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 咸子 醩子 鸡蛋 又一个 我怕amo' 回到老家后,天天我们指研究一件事情 就是煮什么吃 火锅小鸡 看我们农村里面的鸡蛋蛋黄特别黄 好了,鸡包子很香嘛 昨天小杜炒了点鱼头菌 然后我留了一点,今天又来吃 小杜,像我的炒饭跟你炒饭不一样 就点芡下去 所以让这个鸡蛋黄特更嫩滑 对 临随人不懂,可以理解 是不懂 我没炒就做这个鸡 吃到鸡外不一样 看起来滋润些 这个要开饭了 到哪里接吧,我都还没回来 我对啊 你起锅都想吃饭 不然 等它,只有 打电话给它 你打电话嘛 不懂 爸,回来不得 回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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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,吃饭了 他们去看看去 爸爸回来了 回来了 嗯 刚才他还说还没回来 下到鱼里面 下鱼里面 下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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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鱼鱼 哦,那个蒸肉 吃完了 吃完了 都可细了 等下,我搁枪,口感都不一样 你看一下 两层辣 我炒菜跟肚子炒菜的不一样 我炒菜比肚子炒菜还要半些 还要等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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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炒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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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吃 又老了 嗯 我把头都炒了 哪个好吃的 这个哈 这个你晓不晓 这个就长在这个山上哦 嗯 就长在那个后山上啊 嗯 嗯 我炒菜 这个鱼没炒菜 鸡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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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 鸡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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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� 今天吃了个韭菜味道也不好吃 这个好吃根 那不是好吃根 有那个好吃吗 这个渣渣都不好吃 干干净 饭都没吃完 他就把菜吃完 不得了 我炒烧了点 再多炒点 明天炒烧了不是还有韭菜 来一地的韭菜 菌子吃完了又吃点肉等了 但农村韭菜好了 菜从地里面掐回来 菜是完完全全新鲜的 下锅炒出来吃 真的味道相当舒服 农村生活简简单单 拼拼发散 拜拜 拜拜